最主要跟尤老師溝通 我們認識的了解 他是希望把台灣原住民 台灣的文化推廣到國際 因為在國際上來講 台灣的原住民是比較明顯 代表台灣文化的一個意象 所以他這兩三年來 都以原住民的創作 為主要的創作的題材 最主要就是人物的創作 在我們桃園甚至台灣來講 琢磨的耕耘的領域 這些創作家並不是說非常的多 特別是說在動態的 能夠展現我們台灣原住民文化的 這樣的主軸題材的畫作 我想游善副老師是第一把的教員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 但是在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今天局長特別有講到 我們逐漸要朝向我們客家文化特色的展覽 來作為我們這個特展的主軸 所以呢我們非常的謝謝 我們的尤善副老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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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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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